今天要讲的生物可厉害了 它是动物界的小款 是毛头鹰界的天使 是魔法界的性质 也是灭绝地图特色生物中唯一可以现实中找到原型的生物 没错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雪霄 那个赛博朋克的眼镜 链接能不能给我一个哦 人形种的雪霄对比现实 除了经历了太克科技的改造 除了体型大了一点 除了会长年受人比它体型更大的动物之外 其他的还是相差不大呢 听名字就知道学校是生活着雪地的生物 学校虽说是猛禽 但也逃不过被人类驯服的命运 学校和马拉加尔姆一样非常的好赞 大多数情况都会先把自己作死 学校的飞行速度也比较快 所以困浪房是必须的 这只困浪房能用吗 能用 但不实费 所以这个学校专属精简版的困浪房才是最好的选择 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 学校的主要掐这些肉类 安居六十一级可以学习制作 合成的材料非常的便宜 无需金属 光明明看的安居上有金属的材质 学校的左键 随即使用准稿或者是绝彩 上海或是海钢 学校的右键 冰封万米 将自身与五米内的所有口控制的生物都冰冻住 并且获得高昂的减伤的同时进行治疗 过程持续消耗大量的耐力 在飞行时可以使用右键直接快速落地 现在版本的有高度的限制了 学校向下飞行人可以进行俯冲 直接俯冲到地面会直接停在地面上 如果提前一点 而空额可以加速起飞 又或者像四九一样向下俯冲 然后再向前上方飞行来获得加速 但是学校并没有四九的俯冲速度快 学校的射减内成像 终于知道这个赛本蓬克的眼睛和体格出血的作用了 内生像并非透视 所以被物体遮挡或者是钻在地下的瘦头的时候 都是磨的办法看见的 学校会时常的从口中吐出一个学校石团 学校石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之前讲GASA有所提到的 可以帮助GASA改善伙食 一个是可以当做发肥来使用 当然也不会自己的使用 学校与二师兄的回血区别在于一个消耗食物百分比恢复 一个是消耗耐力固定恢复 生活血量的种子比较高的情况下就选二师兄 生物血量种子比较低的时候就选择学校 最后需要治疗的是野生的生活 那就只能选择学校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死神快出生的前几秒 用学校把自己冻住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玩意出现 你死神快出生的前几秒